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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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拳道其實沒有一個門檻 去說幾多歲去學習的 由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的 台拳道除了好像一般的運動 踢球游泳 會訓練到小朋友的身體 或者對他成爭有幫助之外 因為台拳道最獨特相比其他運動 就是他類似司徒制的東西 其實他來到我們這裡學台拳道 沒什麼事其實他會跟我們很久 我們的精神或者一些應有的態度價值觀 就可以很長時間慢慢去教導他們 譬如一些比較年紀大的學員 其實他們就未必會做一些很激烈很劇烈的訓練 但好像我剛才所說我們都會有一些品勢殺拳的項目 或者他到年紀大都還有一個目標 會給他一個考大一句的方向 其實Talesport Academy 其實最小的小朋友 是18個月已經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課程 我們就是混合了另外一個導師 就是負責教Sensory Play的導師一起去發展 其實我們都會加一些台拳道裡面必要的元素給他 就扣起來成為一個新的課程 然後24個月到36個月 亦都是有一個在Play Group加台拳道的形式 我們叫做小科豆成長計劃 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都已經放了很多時間在學業上 和溫習上面 所以反過來其實他們運動的時間很少 還有其實現在疫情的問題很多都不給出外 甚至去公園玩的時間都不多 所以我們就是想從小開始在家長方面入手 令家長知道做運動的重要性 還有要家長支持小朋友去做運動 他們才會愛上做運動這個習慣 還有如果他們有這個互動的話 其實他們的親子關係都會好些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主要教學理念 可以希望從小開始傳承下去 就想讓他們知道做運動是人生裡不可或缺的項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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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